这条鲨鱼可不是一般的鲨鱼 它长着五个脑袋五张嘴 每年都要吃掉几万人 只要有人来到海面上玩耍 它就会在不经意之间出现一口把它吃掉 并且这条鲨鱼还拥有超高的智慧 如果有人想拿绳子钓它 它就会把它拉到水中 把它尽干干净净 不仅如此 这条鲨鱼凶残起来连直升机都吃 其实这条五头鲨也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任何人 只要是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就一定会得到评论区狗头的庇护 它就自然而然不敢伤害你 可尽管是这样 依然有一些外来游客不幸邪来到这片海域玩耍 结果他们刚来到这里 凶残的五头鲨就一口把它们吞到布鱼 巨大的人口失踪案 很快便吸引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于是便安排人来到了这条船之上寻找线索 结果他们却连根毛都没看到 只是在地上的相机看到了一只五个头的怪物 由于他们从未见到过这种未知生物 便找到了生物学家翠花询问 翠花见到照片后感到了不可思议 出于好奇 他带着手下坐上了装满摄像头的小船 来到了这片海岸 只见小黑不要钱的就往水底撒牛肉 没多久这条鲨鱼果然出现了 但下一秒他又消失在了视线中 就当几人疑惑不解之时 他直接从水里钻出 一口把小黑吞进了肚子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水面上就没有了动静 只留下了一滩血水 这让几人感觉到了鲨鱼的可怕 一脸伤心地逃离了这片海域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发誓一定要给小黑抱着 事后 他们找到了当地最有名的捕鱼达人 大壮寻求帮助 但让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鲨鱼又盯上了一匹倒霉的旅客